哈囉大家好 我是桑姐 過年快要到了 又是個可以大吃大喝的日子 但是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跟我一樣 從小到大吃過的年菜 看來看去都是那幾樣的傳統菜色 所以這次我決定要來挑戰 只做一桌創意年菜 那我們這次的年菜呢 要使用 答對了很聰明 跟外面一樣 還有前菜、薯菜、甜點 這不會變小玉了嗎 第一道呢 想要做的是一顆可愛的小塔 餅皮呢 我想用芋頭來做 蒸熟的芋頭 給它過篩 芋頭呢 它相比馬鈴薯跟地瓜 還比較乾一點點 比較難過篩 所以要花費很多的力氣哦 來 你去過篩 你會不會用耶 再來做什麼呢 粉的材料 倒下去 很像那個 SPA 就是阿嬤最喜歡去的那個店 喔我也很喜歡去 真的舒服耶 那你要進去嗎 喔 喔 好漂亮耶 真的不錯耶 準備第二道前菜的其中一個小配件 魚衣甘藍 要加一點點的油 鹽 還有胡椒 把我們的魚衣甘藍 他很想淘汰你的手心耶 在這個人類的手上 都死得不痛快 要拖很久 拖很久 好的 現在呢 我們要來炒主菜的蒜白醬 加下去 我想吃便當 哈哈哈哈 繼續做我們主菜醬汁 加一些剝皮辣椒吃一下 那甜甜要來做的是我們過年最常吃的紅豆年糕 千歐 塊 和你 Carnegie 年前什麼是便當 그다음에 去康哥 跟我們 很二 剛剛 兩 離無 但是 有沒有 都是 是 好啦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真的是已經做工太複雜了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請出我們的救命恩人 欸咻 老媽家的私房名菜 老媽家其實就是老媽拌麵 品牌升級推出的老媽家鍋物 胡椒豬肚雞鍋喝起來有豬大骨甘甜的滋味 藉由胡椒與藥膳的香與燉湯才有的膠質感 包覆著豬肚 雞腿 五花肉 豆腐等食材 只要隔水加熱就可以輕鬆品嘗這款非常濃郁純香的湯品 湯的部分呢 我們再跟一些吉利丁把它拌在一起 冰到冰箱 那等它冷卻之後呢 會變成這一塊湯丼 香辣煞鍋菜就像你阿嬤炒出來的一樣 非常家常美味 鹹香沙茶與白菜 豆腐 肉等食材結合入口 真的只有滿滿的幸福感 不是餓了 長點吃的吧 好啦 我覺得我可憐 餓到臉之後 臉都發白了你看 它吃到筋還是吵 這個我覺得紅燒應該比較好吃 好的 終於可以開始來組裝我們的前菜了 第一道叫做玉米香辣砂鍋塔 來 生日的第一道菜 好漂亮 來一個桌蝙蝠 加一點點畫龍點珠的香辣醬 那吃不做吃的嗎 嗯 這個醬汁很好 吃法很細事 可是味道很忠實 老媽家他們吃的砂鍋菜 那我把它融合我自己的方式 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呈現 這汁很棒 所以它可能還是脆的很 芋頭的味道是淡淡的點最 我還要 這一味在幹嘛 到底是多餓 請問 很好吃耶 那個汁是精髓耶 天啊 我跟乾媽真的都是天才 我們合住的非常的紅 第二道菜 要來炸我們的湯了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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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口的進去嗎 對 一口 超級美味 好好吃喔 這椰子超級好吃的 你可不可以 不要每次我搞錯重點啦 沒有啦 湯是會爆炸耶 因為湯是會爆炸耶 這湯很好喝 真的搭配的很好 終於沒有搞錯重點了 終於沒有搞錯重點了 因為TING覺得怎麼樣 我也要吃 他說我也要吃 現在第三道我們要來做 乾淨豬肚雞包湯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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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 第三道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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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 那這個湯底是跟你們剛剛加的湯一樣 其實我想說燙起來亦有未盡喔 天氣又冷 這個湯好 湯頭不錯 我就是加一支豆泡就可以吃 這有豬肚嗎? 湯裡面本來就有 那個肚很嫩 因為一般豬肚有時候會太滷 滷就是那種 咬斷那種感覺 很好吃 干貝的熟度怎麼樣呢? 真的很讚而且很甜 那我覺得一顆不夠餘 我可以撈你的 你是第幾道菜啊? 第四道菜 啊 剛剛在吃 你是小甜點嗎? 不想聽 QAQ PAAQ 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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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QAQ QAQ 漂亮耶 上班囉 那這個主菜呢 我們從和牛去煎了唷 嗯 嗯 醬好吃 好吃 好吃 不過你大概叫醬 嗯 這醬真的好吃耶 我先問完 醬都吃完了 好吃 哇 今天怎麼那麼好吃啊 薄皮辣椒二個醬 很讚 終於要來做我們的甜點了 紅豆炸年糕 好脆喔 好吃 媽媽是快睡著了 嗯 這種大年糕是中式的 草莓配那種 紅豆 年糕 很像草莓大福 它們的草莓大福還有口感 還有口感 還要加一顆 好 那吃到這裡 所以我們先來訪問一下 每個人最喜歡的一道菜是什麼 可以講兩道嗎 可以 嗯 和牛嘛 我覺得那個醬很棒 波吉辣椒醬汁 嗯 對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炸湯 這個就是賣的創意 我覺得它很香醇 就是那個湯一滴好到 就炒到肉質 我喜歡那個有干貝的那一道 就是上面是干貝 然後下面是湯的那一道 跟炸湯是一樣的湯 對 那個湯跟干貝搭配的很好 前菜就是用那個 湯 對 那個湯 我自己吃我也覺得超好吃 它外面是脆的 裡面都是那個皮的味道 然後還有肉 豆腐啊 豆皮 那個塔皮其實它只有淡淡的 芋頭香 可是透過那個湯 它把那個味道提出來了 這個料理真的很好 就是它有一些創意的東西在裡面 我終於挑戰完了 我真是半條命都快要去了 在以前每年過年的時候 親戚他們為了做出一桌 漂亮又好吃的年菜 每個人都忙東忙西的忙了一整天 雖然說過年去放假 但其實每個人都會非常的辛苦 所以這次呢 老媽家出的胡椒豬肚雞鍋 還有香辣砂鍋菜 非常適合你想要吃好的料 但是又不想要花時間煮的懶人 你在家也可以端出一鍋好菜 天氣冷冷的 平常也可以拿來煮火鍋 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那有關於老媽家的詳細資訊 我通通翻資訊欄喔 好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喔 可以想一張 再給花姐幫我一個讚喔 我也非常感謝你 那如果想要交更多的 更順序的話 解決定我的IG喔 好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